项目编号 SCP-807心脏病参盘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SCP-807保存在19区的高价值物品储存设施的一个保险柜里 根据标准操作程序 任何时间设施都应处于标准主动防御 比喻爆炸、化学品、生物和磨因之下 SCP-807可以在经过授权后从储存设施内取出进行试验 任何在SCP-807周围工作的人员必须吃饱 并且照住口腔来防止物食 描述SCP-807是一个橙色的陶瓷盘子 尺寸和一个标准餐盘差不多 边缘用白色印着最后机会餐馆 Last Chance Diner 在餐字 The Letter D上的边缘崩掉了一小块 盘子上没有任何生产商标及生产日期 同时试图找到该餐馆的努力也失败了 任何食物被放上SCP-807时都会转变它原本的构成 脂肪酸和胆固醇含量 当转变后当前食物的香气和味道都会提高到超自然 Pretilatural的水平使得要吞下食物的欲望几乎不可阻挡 任何人吃下当前食物5分钟后都会因为主动脉被大量脂肪堵塞而导致心脏骤停 在某些案例中立刻进行心脏搭桥手术来抢救对象 生命被证明是有效的 腹路807A转变记录 用新鲜黄瓜、白面包、五立方厘米黄油制作的黄瓜三明治 煎鸡蛋三明治建上图 用新鲜的生菜、番茄、洋葱和四立方厘米的番茄酱 四立方厘米芥末酱和两片腌黄瓜 一块全麦面包制作的素食小馅饼 用生菜、番茄、洋葱、八立方厘米番茄酱、八立方厘米蛋黄酱、八立方厘米芥末酱 三块总重0.5千克的牛肉饼制作的loser汉堡 配以两个crispy cream甜甜圈和一片坚果的腌黄瓜 loser汉堡 数据删除 由于实验过程中的大量伤亡 任何高热量食物不允许被用于SCP-807的进一步实验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807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